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研究的是时针与分针重合类的问题,对吧? 对 我们发现时针与分针重合类的问题,实际上就属于是追击问题 是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如果说时针和分针乘一条线的时候,是不是追击问题呢? 也是 好,那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条题,说四点和五点之间,什么时刻分针与时针能够乘一条直线? 来,回答一下老师,乘一条直线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就是乘180度的时候,它就乘一条直线了 哦,乘180度的时候,乘一条直线 好,那你看这儿啊,假如说啊,这是时针 然后呢,这个呢,是分针,成没乘一条直线? 成了 成了,他们两个直播现在怎么的? 重合了 对 哎,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也就是乘一条直线的时候,能是只是分开180度吗? 不是 哎,不能,还有重合的时候,对不对啊? 对 哎,所以,听不见的你和县长的同学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是的 哎,好,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发现,乘一条直线呢,应该包括重合和张开乘一条直线这两类 所以这条题应该是两个答案才对呢 好,如果你要是一个答案的话,那你就可就是小马虎了 来,同学们,现在咱们一类一类的看一下 首先先来看一下重合类 这重合类对我们来讲可太简单了吧 对 哎,第一题刚做完 嗯 首先你告诉我啊 分针和时针要想重合 这是什么问题? 追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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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针追时针吧 是的 现在要追上多少度 啊,同学们,你现在来想一想 我们都知道,这一小格是不是应该是六度 是的 这一大格是不是应该是三十度 是 好,一大格是三十度 这是几大格? 一,二,三,四 四大格 四大格 所以多少度啊? 一百二十度 哎,太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从四点看起的话 那分针要追上一百二十度 才能够追上时针呢 好,那现在 看好 要追上一百二十度 要追上一百二十度 才能追上这个时针 那现在我们知道 是从四点算起的 四点 再加上他们的追击时间 是不是就是最终 他们重合的这个时刻呀 对吧 那也就是 我要想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重合 只是要知道 他们追了多长时间 是不是就行了 是的 好,那来看一下 追了多长时间呢 回答老师 追击时间应该等于 路程之差 除以速度之差 太好了 追击时间应该等于 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路程差 现在我们找到了 他们的路程之差 是不是就是一百二十度啊 是 那我写在这儿 一百二十 除以速度差 好 既然我是用度来衡量的 那你这个速度差 分针和时针 是不是都用度来衡量 是 分针 它每分钟走多少度 六度 好 分针 每分钟走一格 一格是六度 时针 每分钟走多少度 零点二五度 太好了 那是不是就减零点二五度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 实际看啊 老师上面画这小圆圈 表示度的意思 可以不用写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式子 那这时候我只要算一算 最终追了多长时间 是不是就写出来了 是 好 那这个任务呢 就交给你了 现在老师来公布答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终啊 应该是追了二十一有十一分之九分 由于是从四点开始算的 然后再加上二十一有十一分之九分 最终几点钟追上的 四点二十一有十一分之九分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重合的状态 是的 好 那重合算完了 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张开成一条直线的这种状态 是 现在来想一下 老师给你画一画 你看一看 现在是重合状态 要想由重合状态 变成张开成一条直线的这个状态的话 你说这个分针它还要再多走出去多少 一百八十度 太好了 由重合变成张开成一条直线 分针是不是要走一百八十度啊 是的 本来它们是差一百二十度的 现在这个分针还要再努力多走一百八十度 对 那就相当于分针从开始到最后一共要追多少度 三百度 哎 一共要追三百度 好 看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 在重合的基础之上 再多走一百八十度 就变成了张开成一条直线的这种状态 那也就是从开始到最后 分针要多走三百度才行呢 哎 那这个三百 是不是就是分针从开始到 它们两个张开成一条直线的时候的 一个追击的路程差啊 是 好 那现在你看 如果说从最开始算起的话 从四点算起 追了多长时间一相加 加完之后 是不是就是追上了时刻 是的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根据公式 追击时间等于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来算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好 刚才我们说了 路程差是多少 三百度 好 三百 然后速度差来看一下 分针 它一分钟走多少度 六度 好 六度 跟着老师一起来想啊 时针 一分钟走多少度 0.5度 好 解 0.5 速完之后 是不是就最后答了 是的 来我们看一下 那最后答应该等于 54 时间 一个是重合 一个是张开成一条指线 对 丽娜老师啊 现在可是交给你了 下一次别人再问你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告诉他 只有一种状况了 那那样的话 我会很伤心的 明白吗 明白 好 多学们 那这道题 我们就先写到这里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